娱乐圈明星的收入可以说是相当的暴利 代言费 广告费 片酬动不动都是上千万上亿元 虽然国家这一年多以来对娱乐圈明星高暴利的收入一直在业制 但是明星的收入依旧是只有更高没有更低 所以明星都喜欢去搞投资 不仅是国内 甚至有些都跑到国外去买房 作为娱乐圈中重量级明星的赵薇和王菲可以说都是王者级别的人物 可以说两人在投资这一块赚的是盆满瓢满的 他们两个在云南大理而海旁边投资的别墅项目可以说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很多大而海的粉丝游客都回到他们别墅面前拍照留念 毕竟面对这么一个春晚花开 风景惬意又有明星流量加持的地方是非常吸引人的 但是近期却有网友爆料说王菲的别墅已经遭到拆除 并且从中晒出了许多施工照片 从照片来看却是也属于王菲别墅的地点 早在一月份的时候就有人爆料说王菲赵薇的别墅将要被拆除 但是当时没有真实数据出来 没有遭到网民的关注 但是现在照片都流出来了 可见他们的别墅是在劫南逃了 消息一爆出瞬间引起了大量网门的关注 讨论关于拆除别墅的原因 最终最大的可能就是尔海本来就是一个旅游胜地 别墅的出现影响了尔海风景的观感 并且当地的有关部门为了更好的发展尔海旅游业 所以对于尔海旁边的环境加大了智力 所以别墅群才会遭到拆除 网友们纷纷叫好 毕竟是保护国家生态旅游 保护好自然环境 明星做出一些牺牲也是应该的 毕竟他们来钱快 本来属于王飞和谢霆锋 耗资2000万的爱潮 就这样遭到了拆除 本来是高端大气的别墅 现在现场属于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钢筋水泥的拆除 各种拆楼工具到处可见 对于赵薇和王飞来讲 拆除别墅肯定会有所不少的赔偿 再加上他们都是属于大明星大人物 这么一个小小的别墅拆除 对他们来讲肯定是不疼不痒的 但是对于粉丝游客来讲 却是少了一个可以游玩拍照的地方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